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大师 大家好 我是阿贤 今天是3月20号礼拜五 黄老师祝大家中午假期愉快 终于让大家喘一口气了 今天收盘收在9234 涨500点 每天这样涨就好了 每天这样涨 一个月后我们就反攻大陆了 听你的棒臭皮 对 没错 幻想一下而已 每天都涨500点 多好 对不对 收盘两三百档股票涨停板 我干嘛要老师 我干嘛要跟老师 不用啊 对不对 昨天收盘也731家股票跌停板而已 我干嘛跟老师啊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吗 我直接把它抖出来 那不用看我也知道其他老师要讲什么 下礼拜我跟你讲 机会来了 大跌又要大买了 你还有钱吗 我昨天讲一句很实在的话 我说 那时候我们录影的时候还不知道国安基金要进来 今天国安基金进来了嘛 大力官一定会涨停 昨天跌停 我说大力官一定会涨停 对不对 你有钱买吗 那一张要三百多万 没有嘛 那人家涨停板干你什么事 你的友达还是友达 听到没有 现在很多人都在问我说 老师友达群创 一个五块一个六块 这是怎么办 毕生的积蓄都在上面 这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让大力官长听 干你什么事 今天台积电大反弹 你没看我写奇迹大复活 那我问你 礼拜一会不会一开盘又死掉 有没有可能 难讲 我问你真的很难讲 所以有时候 我还是要跟你讲 这盘走到这里 你不用太悲观 也不用太乐观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当然你是要有准备的 昨天第一点在8500 今天一开 我9200 那会不会下礼拜又11000 不可能嘛 所以有时候你要 想清楚 幻想是可以 偶尔幻想一下 遐想一下 没关系你知道吗 做梦说哪个大明星是你老婆 对不对 那个大帅哥是你老公 可是偶尔做梦一下就好了 面对现实 我觉得面对现实 今天这个盘其实不用什么解 跟你解什么股票 哪支股票涨200 屁用 屁个鸟用 对不对 不知道那些人在屁什么 我跟你说啦 这样挡起来 你也没贪 通实在的月就是这样啦 你看嘛 今天拉根长宏 五日线顶到了 下礼拜再上去就是十日线 十日线在哪边 十日线在9971 MAS就是十日线 十日线在9971 如果来9971的话 反弹快1400点 你想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除非美股今天晚上涨3000点 所以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可能就是在这边震荡 因为有国安基金在下面撑着 理论上他是不会让他破了 对不对 他是在这边撑着 对不对 他也会高出低进 来无影去无中 来无影去无中 会一直整理 整理到 看有没有其他的利空再出来 才有可能说 国际股市转好往上 或是说 国际股市继续撑不住 信心全世界信心继续崩溃 他也守不住 然后下去 就两个方向 但是短线上他会做整理 报复性反弹 台股中心报复性反弹 每天都在等报复性反弹 今天中心让你知道什么 就是报复性反弹 那其实我们业内在讲的话 不是报复性反弹 叫死猫跳 死猫跳 这样比较贴切一点 那个死猫跳的行情呢 原则上 你自己就要小心了 当然是充满了机会 但也是充满了危机 看你怎么看 三个月后来看 还是一个月后来看 还是一个礼拜后来看 你可能你的策略都要不一样 这叫死猫跳 昨天我就跟你讲嘛 来到8500嘛 对不对 我就是说蹦蹦蹦嘛 对不对 那台湾人真的恐慌了 已经在买抢卫生纸 已经快打架了 对不对 到处那个量饭店也在限购力了嘛 因为昨天731档的股票跌停板嘛 那恐慌了以后 好国安基金出来了 因为跌了3674点 跌了3000多点 他出手了 那出手的话 他是一个拖住而已 他并不是要拉抬 你像今天一拉起来500点 哇 好多人就是说 我不用跟老师了 我本来跟洪老师参加了 我现在想一想 我自己做就好了 对不对 根本你现在一定这样想 我直接讲开来 这样你比较开心一点 其实你原本就想好了 反正下礼拜开始套牢的时候 就在那边嗨嘛 啊早知道我多少买一段啦 我跟你说 我有个学校的 不知道哪一代的那个什么达人 还叫我在那边纯骨 都是他们那样的嗨嗨是吗 对嘛 反正就是赚了钱 功劳归自己 赔了钱就是 哦全世界人害你了 这找100个理由啊 都是别人害了 融资水位在历史最低点 所以我说 这些人还在讲说要清洗融资 我说清洗什么 来大盘昨天给你看一下 昨天700多档股票跌停板的结果是 融资减了118亿 然后上柜再减了再减40亿 几乎减到整个市场已经没什么融资了 而且我要跟你讲实在的这些融资啊 全部卡在台积电台湾50 还有那些ETF包含什么元大高收益都在卡在那些 所以接下来你不要想说什么 还在那边跟人家讲什么融资水位 融资水位是最低的历史最低水准 国安基金很神啊 今天进场 那恭喜发财了 那散户昨天其实都毕业了 不要骗我的啦 我上去那个PTT上面看 你不是昨天毕业也是前天毕业的 不是前天毕业也是大前天毕业 不然有的人上个月初他就毕业了 很多人早就毕业了 今天大长干你个屁事啊 讲一句最难听就是这样 所以我昨天跟你讲嘛 你有现金的 想要进来抢一票的 你来找我嘛 追缴后 你做短线的也没力了 看到今天大长也没力了 疫情现在还在修啦 你看现在意大利 一天死死百万的 我跟你讲 礼拜六礼拜天又下去了 礼拜一早上你可能看到报纸 可能是上千人 所以真的大陆也真厉害 真的那个数字假的太假 你懂我什么 现在人家意大利的那个 确诊之后的死亡率啊 大概8%多快10%了 结果人家大陆那边怎么怎么 数字怎么算的4% 你就知道那个做假的机遇多大 那接下来你就是看欧美股市的变数 依然喔 他那个变数是一天数变 一下齐货给你涨停板 一下就跌停板 我也看不懂啦 我实在说我也看不到啦 那预计这个死猫跳啊至少有5到8天的行情 因为你是跌的真的很深的啦 上桂也是跌很深的 我跟你讲真的跌很深的 那你要听清楚我在讲什么 你今天喔 从头到尾都不要听我鬼扯什么 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是这句话 这个死猫跳啊 会有5到8天的行情 你要好好把握 看你是要把握怎么做 做多还是做空 你是先策略要先出来 昨天我就跟你讲过了 国安基金只要一出手 大力光一定是第一个动的 你不要怀疑 你不要看他随笑 跌停板你想要去踹他一脚 你踹他干嘛 你买得起嘛 对不对 空他也没必要啊 你空他一张三百多万 台积电最近的融资这样子 昨天追缴了对不对 今天大涨好 我告诉你喔 问题已经出来了 昨天融资终于降 追缴了 你缴不出来 就是就砍嘛 对不对 融资昨天减一千多张 那今天就上来 270 ADR折算才264 我记得没错是264 那你今天台股收270 是怎样 我不知道 台湾50 你看 这么多 在追缴了 那今天上来了 不用了 哎呀老师 我告诉你 我们那些专家 又在YouTube上面说 这个台湾50 这个是买点 大买点 难得一见 实无前例大买点 昨天融资大增 哎 昨天上市的融资减了100 118亿 结果这台湾50的融资还在增加 你看多少人在摊平 所以很多东西 你看这种情况 你觉得这样会落底吗 所以我觉得 谈上来那都是你的机会 看你是要逃命 还是怎么样 就看你怎么想 今天台积电很厉害 快涨停板 涨了22块 很棒棒 好棒棒 好棒棒 那大力光果然涨停板嘛 对不对 那联发科 联发科今天也涨停喔 可是他刚刚公布 他买库长股 买一万五千张喔 你不要看人家学校喔 老师我空不起大力光 我去空联发科 那你就傻傻 人家实施库长股 你还去空他 看 看 阿呆也不用阿呆到这样 你知道吗 人家联发科也是很可怜啊 四百多跌下来 四六四跌到二七三了 买个库长股也很合理啊 这边买库长股 我觉得公司如果说前景是不错的 我讲句实在话啦 真的这边买库长股不过分 阿呆的量有点大喔 1.5万张喔 你不要搞错 你不要在那边 哈 一千张 不是 一万五千张 搞清楚 不要傻傻 你要看清楚 对 你像早上 也是公布啊 威刚要买库长股 威刚买库长股 今天也没涨停啊 大家还在那边杀啊 我说 为什么公司派不拿涨停板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投信继续砍啊 砍光了以后 他再全部收起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很多股票他不用挤 你就不用挤 在这边你就是先看一下 先忍耐一下 这个周末就是 该去抢购了 你还是要抢购啊 你不要说 老师 政府在那边宣导 说 卫生纸很足够啊 米也很足够啊 粮食很足够啊 对对对对 那个是他们家讲的 你信 我不相信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发送什么信息给你 我只是告诉你说 我觉得我们家卫生纸不够用 我等一下也为要去买一些 我怎么看都不够用 有钱没必用啊 你总不能拿钞票来插屁股啊 那太贵了 还是多买一点卫生纸 比较实在一点 如果量饭店限购的话 就是多进去几次嘛 多去结账几次啊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人家给你什么资讯 听听就好了嘛 政府这样讲 很好啊 很好 你听了以后要回答他很好 然后继续做你要做的事情嘛 对不对 观众朋友也是啊 我跟你讲股票要卖了 你们都说 我不要 我不要 跌下来的时候说 我早知道就听阿贤的 对嘛 听是一回事 做是一回事嘛 输死就是这样啊 这里可以买钞票 你敢买吗 也是不敢啊 再看看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放轻松 放假的时间放轻松 那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广告 记住我刚刚给你比喻的 绝对完全符合你的心态 因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也只有我 可以帮你在股票市场赚钱 好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到现场 谢谢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影业投顾 守护专线 02 报11 3366 2113366 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影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只剩关键 顶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业投顾 02 8511 3366 妈妈是一个超级顺风了 能听到天花反必然声音快剥落的声音 姐姐的移情换位越来越偷恋了 爸爸也练成失散已久的林波维护 不要再撑了 快拨打1999 下去 微老屋重建 简单快速 有奖励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 头哥的朋友 刚刚举个例 你就随便听听就好 因为吃饭时间 让大家开心一点 心情放轻松 我跟你讲 不要想那么多 好像礼拜六礼拜天没事 就是逛逛超市买一些东西 对不对 可以囤的你就囤 怕啥 政府说量很多 那我们就看看 看看到底是不是购买力比较强 还是怎么样 那你买了要用 对不对 老师讲的话你要听 很多人都听 有啊有听 有听没有懂 有听没有照做 那也没办法 那就是你的名字 不是我败的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老师 我跟你讲你这样子 讲好像会得罪到的人 因为有些人哦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在那些媒体啊 网路上面一直在吹捧什么 什么ETF什么的 我跟你讲啊 那有贪钱 那是正前的事情 你懂我意思哦 他可能这两个月滤下来 他全部几个年贪的 全部滤掉了 也有可能哦 也是很有可能哦 那不然我们来算一个账 哦 数年开红盘到现在 这这这报纸写的哦 台股就跌掉10兆 每个人输到一台 BMW 哦 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感觉 老师我输 卡拉车而已哦 你很棒 你棒棒 对不对 啊如果有人输 一栋子呢 也是刚才好而已 刚才好而已 因为平均嘛 那是一个平均值 那台股少掉10兆 请问一下 大家现在日子会越来越难过哦 企业家 他也会想哦 我本来股票赚多少钱 不贵 不贵不贵 减贪多少 你懂我意思哦 大家都 大家都眼睛睁睁睁看 在关注这一天日子 全世界股災增发640兆 我告诉你 还不止 因为这个只有算到 股票市场而已 你知道债券市场 这两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 照理说你股市不好 大家把钱会搬到债券 错 完全错误 债券市场 你去看那个殖利率 殖利率一直往上走 代表什么 债券价格在崩盘 拿黄金这两个礼拜跌多少 跌到鸡鸡了 然后那个什么原物料 黄小麦全部暴跌 只有640兆 我跟你讲 这个数字是不会算数的人在算 我跟你讲 在至少乘以5 所以你不要去小看 很多东西不是你表面上看的这样子 要不然你 礼拜六礼拜天没事 因为很多人都买鸡鸡 你去上一下 你买的那个基金的网站 你去看你买的基金 现在剩下多少钱 禁止剩下多少 报酬率付多少 你自己去看 不要我吓你 你自己去看就好了 看了你就跳起来 我跟你讲 所以不用太高兴 国安基金进来 短线上我觉得只稳 那就是死猫跳 之前我有跟你分析 全世界都跌得很惨 道琼崩三成 德发股四成 然后我们算最少了 结果我们也跟上 昨天也跟上了 今天我们又最强了 我们是带头反弹 人家昨天韩股跌到8%垄断 对不对 几乎最低点收盘 人家今天涨7% 他们还是赔1% 至少赔1% 但是你要去看 今天台股把昨天跌的 全部拿回来 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 这些官员讲 你们还是有一些人 好棒棒 真的很棒 那接下来下礼拜怎么做 那就很重要了 这样崩完之后 报复性的反弹 或是说我们讲的死猫跳 那死猫跳怎么跳 哪一些股票会跳 这就是你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要做的功课 不要在那边人家在跳 你也在跳 你在跳什么跳 你的股票就不会跳 你就是在跳什么 有些人是 他股票根本就不会跳 就躺着了 躺着就继续睡吧 加油 这个是死猫跳行情 五到八天 好好把握 主年三天跌1000点的课 我还是要提醒你 做最后的打算 做最好准备 接下来怎么做 你每一天都要如履薄冰 我是如履薄冰 很多人不知道老师的痛苦 老师 我看你电视上说到什么 脱下转破了 我跟你讲 我是头发旁边都摆了 我是替你担忧 我是老心在在啊 但是你自己要加油 微钢 公司派 他就是不涨停 差一档涨停 我没办法 他就是故意不拉上去 故意不拉上去 摆明了就是要让投信卖 对不对 要不然就一堆人涨停板 就过来那边上千张 准备要当冲 人家就不给你冲 公司派聪明的很 我之前买回来 现在是套牢啦 套牢的话我是认为说 套牢就不要太败了 我是觉得会先弹上来 因为他大户的成本在这里 所以我是觉得会先弹上来 弹上来再看我们怎么处理 该交代我们还是要交代 不能整天在那边 讲一些屁话 讲一些干话没有用 对不对 我们不用去在那边争论说 武汉病毒是中国病毒 还是美国病毒 还是哪里传过来的 那有用吗 我们去争辩说 现在有没有爆发 台湾有没有爆发社区性感染 这有用吗 没有用啊 还是有人得病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你不用去争辩 重点是 他们去变他们的 我们做我们的 该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做 该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做 我讲得很清楚 不是说一定要赢 或是怎么样 没有我赢的啊 我卖你也不认同嘛 我叫你走你也不认同啊 那不认同就算了啊 对吗 人都跌停了 今天都涨停了 其实我早上line上面 我就跟你讲了 包含洪杰科 文帽 神盾 联帽这些股票 我也都是点名啊 点名了你算得到吗 还是在看 对不对 关键在你 不是我讲什么 关键还是在你 那有些东西就是 你看嘛 前几天我就认为应该结束了 还是一样 今天我还加码康空 我不怕你知道 今天买再买 因为特定的再回品 查了一下那是特定户头 那买完 就会涨 没有涨停 这故意的 这故意的 很明显这故意的 那你自己要好把握 我下车一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